今天上午交通部前部长林佳龙现身在板桥出席新北市议会民进党团的干部交接典礼 这被解读为即将投入新北市长选举的信号 不过稍后受访时他直接表态了说不会参选新北市长 他是选对会的成员 责任就是帮忙找优秀的参选人 林佳龙现身马上就引起大批媒体上前询问是否决定参选新北市长 我是来帮忙找人 我现在也是民进党选举对策委员会九人小组之一 找人应该是先从在地 特别是年轻有为的民意代表 先来去评估跟征询 否认参选新北市长 那对于参选台北市长呢 林佳龙则是强调自己是选对会的委员 希望优先推出城市发展需要的人选 他以自己长期经营台中的经验表示 在地的年轻人参选要提出对城市发展的愿景和规划 林佳龙重申 他的责任要找在地优秀人才 谢谢林部长能够到新北市来走走 我跟林部长也是旧事 我想有空他如果能够对新北市多了解一点 我们都非常的欢迎 任何一个人只要愿意关心新北市 愿意为新北市市民努力来做事 我们都是结层的翻面 所以大家一起努力 让新北市变得更好 相较于林佳龙的直接否认 象征英系的市议员张志豪 则是大力推荐卫福部长陈时中到新北来选 年级选战开打前的一举一动 都影响着2024 后续值得观察 请不吝点赞订阅